每一件乳用都有不同的洗滴方法 在洗之前可以留意洗碎标签 注意水溫可不可以加洗衣粉、漂白劑等化學物料 這樣就不會破壞了乳用 乳用很多人都會拿出去專業當洗 但價錢比較貴 在家裡洗也可以 在洗之前可以加入洗衣袋 用中性的洗衣液 不要加漂白水、洗衣粉、油順劑等化學物料 不然就會破壞了乳用 浪的時候不可以在太陽上曝光 乾乾的時候可以用手輕拍乳用的表層 令它們回復蓬鬆的狀態 彈性越高代表乳用越保暖 我們可以先按壓乳用 如果乳用的回彈性越快 即是代表裡面的充氣也會越快 那就做到最保暖的效果 其實一件乳用 並非由全擁毛去組成 一件乳用其實是由 擁毛和乳毛去共同組成 含擁量越高代表乳用越保暖 正常比例是90%擁毛、10%乳毛 留意整份標籤 裡面就會顯示乳用比例 其實乳毛和擁毛是靠別人的體溫去加熱的 因此如果乳用越貼近皮膚 它的保暖效果也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們選擇一件合身的乳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會推介這個洋蔥式的穿搭法 內層是一件乳用的小背心 外層是一件大衣 如果熱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單穿一件小背心 如果冷的時候 我們可以二合一一起穿